735路徵收自救會的總幹事 其實我們徵收已經付了4年多 它那個獎勵投資條例不是有30條嗎 我們一般徵收是適用於第15條 它不用 它第12條 那價格是公告地價的加四成 我們怎麼辦 一弄到現在 我大壞新聞只有看到中聯放在講一次而已 新峰是不是 新竹科學園區 園區三五路 我只有聽到你們大壞新聞講一次 中聯放講的 不好意思啦 宇憲太多了 所以有些地方真的是夠不太看 我兩點要補充 是 新竹多多徵收 現在 俄崇布那邊 是好像 中聯那邊也要徵收了 中聯那邊也要徵收了 還有一個官埔計畫 你也不說 交通大學 清華大學徵收的徵令 你們也沒講 那很寬耶 你們全縣都在徵收啊 差不多了 中聯放你講的差不多了 你整個新竹縣都在徵收了 差不多了 那官埔 埔益 那都是徵收的啦 到底有幾個計畫 余憲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都是良田耶 余憲 有幾個計畫你可不可以講一下徵收計畫 徵收計畫 你講一下你知道的 縣政府那邊是埔益啦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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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東 關東橋這邊 關富路這邊 叫關埔 然後呢 還有 新冠大學 江東大學 對 他以前的校區也是徵收的 很多很多 講不完 所以說 這個問題你要講出來 還有一個 你要小心國民黨 我們 2008年 他選 選舉怎麼選 1400億 花台灣人的錢 買國民黨的票 這個一定要講的 台灣人也是 也是傻傻的 好余憲謝謝 來 武捷的黃小姐 黃小姐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一年 日來的通關節又開始了 你知道你們大家很忙 來 偷偷去啦 這裡有很多的朋友 都要替博文加油 博文辛苦你了 土地公告 可以從5萬多變成2,400 我不知道可以請我們媽政府給地保 我要很有用心 給變成200萬 我也想要去哪裡看看 我工作 是時薪95塊 超早2點到5點 三個小時 可能 7,480塊 公司一起來 還要扣費費30塊 我剩7,380塊 是 我沒有勞保 我還要繳健保 我還要繳國民年金 你們說的 我的3,000塊 阿扁有錢而已 沒有錢而已 我也不知道 媽政府給我的感覺是 我的未來沒有夢 沒有方向 人家真的會這麼辛苦 謝謝你們 大家辛苦了 好 黃先生非常多謝 來 台中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林先生 你好林先生 你好林先生 林先生 你好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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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請問 我現在說一個三個 是 三十幾年前 超四十年前 我說 我現在電話十幾歲 我說 你現在說 唯一說 不威風 我們老闆 說要到一段 怎麼在 民國六十五年 他怎麼在 他說 我們回家 你怎麼在 我一段 怎麼在你 剛才有 還要一手 切到八百塊 現在一手 切到八百塊 你這樣想 對農民 還不必 你這樣想 麻政府 大約 做什麼小工 不必想想吃 現在我們國外 大家都不怕我看過 跟你們一樣 好 李先生 多謝 來 桃園的徐小姐 徐小姐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桃園徐小姐 我也參加了這次凱道活動 那天下個大雨 我看到很多農民很可憐 每個人都臉皺皺的 雨水打在他們的臉上 我們桃園 非常多地方也被徵收 我是機場的UNH站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台中 全台灣從北到南 從東到西 都被徵收 我們心裡很想哭 但是我們哭不出來 因為我們真的整個村都被滅 整個村被徵收 所有的農民 大家去到那裡都說 我們都也不知道我們的土地被徵收 大家都不知道 等到發布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 我們真的對政府只有一個字 恨 政府已經做到這樣子 為什麼 我們的農民 我們的人民 為什麼大家都還這樣子要捅他們 我們不了解 政府是我們的父母一樣 我們是他孩子 他竟然幫我們打敵人 這樣子的對待我們 幫我們農民當作鄉下人 當作呆子一樣看待 這樣的政府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是 謝謝 好 許小姐 謝謝 好 聽起來才知道 其實徵收土地的情況 非常非常嚴重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 進廣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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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